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今天的12位企业家 欢迎各位的到来 欢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他就是来自中航科工的执行总裁 许立强先生 欢迎您 企业家新成员许立强 中航科工执行总裁 中航科工是国内首家专业提供商业航天文化产业资源的公司 具有丰富的航天资源和市场运营经验 中航科工想抓航天市场发展机遇 全面响应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的中国航天梦 提供一站式航天资源及服务 中航强家青山补络 文化产业资源及服务 中航でも行转性的中国航天资源及複雅 天资源及服务 中航强大人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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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大人及服务 我问问你们三位 穿着这个衣服有什么感觉吗 不会走路了 佳英小姐 突然觉得自己减肥的道路 还要继续走下去 很漫长 来 花姐 我感觉自己像个女战士 我问一下三位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穿的这个服装 或者服装上的配饰有什么特殊 好像我这个是编制物 我觉得这个材质很特别 至少在我过往穿过的衣服里边 没有过这个材质 包括这个图案的设计很别致 对 见过那么多的面料 但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面料 这到底是什么面料呢 我们要请出万万没想到的嘉宾 他的名字叫王磊 欢迎送三位 掌声有请 欢迎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展示嘉宾 王磊 来 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主任很好 诸位嘉宾好 我叫王磊 是极致声望的负责人 我们是做3D打印设计的工夫 来 大家顺着我的方向来看 这里 这里 还有 这里 还有 那边 其实都是刚刚我们三位漂亮的女企业家 为我们展示的 先来请教一下王磊 那件衣服有名称吗 就是增花穿的那件衣服 有的 这个裙子呢 其实是我们3D打印婚纱的一部分 叫沁天篇 是凤凰沁天而生 沁天而朝的一些 是用凤凰的羽毛来做的一个设计 那刚才嘉宾穿着的这件衣服 有什么名称和来源吗 有 当时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系列 那么就希望能凸显它的整个这个空间感 还有就是跟传统的面料来进行一个整合 然后有两个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黑的系列和一个白色的系列 那刚才杨蓉手里拿着的这个 像西瓜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呀 这个其实我们是做的败战亭的系列 是当时是女王嘉宾的时候 一手金球 一手权杖 所以做的是一个手包 这是一个手包 对 刚才我就是看到这个手包 我就看到它是3D打印的 因为这个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弹性 所以杨蓉拿的时候特别像拿了个地雷 您是最早什么时候接触到3D打印的呢 我应该是在08、09年就接触到这个工艺了 然后我自己的衣服呢 就是3D打印衣服 应该是在学校的实验室就有了 大概是10年左右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一说3D打印 大家好像都知道 那么3D打印到底是什么 它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3D打印其实大家总是指纹其声 不见其形 其实大家在民用端很多的场合 已经开始逐步使用到3D打印了 这个技术呢 其实来源于是咱们的八九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有了 最早的时候这个设备呢 它叫快速成型 其实它是通过材料 通过这个加工工艺一层一层的往上烧减 然后就得到了这样子的气型 所以呢 其实跟咱们的传统工艺做法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传统工艺呢 都是剪裁制造 但是3D打印呢 是增加出来的部分是我们要的 而不产生剪裁 这是一个非常绿色和环保的技术 那3D打印技术 什么时候进入到我国的呢 这个其实已经很早了 包括咱们的清华大学的团队 或者是说咱们很多的科研的团队 已经很早的时候 就在使用这样的技术和进行了研究 那么在近几年的时候 慢慢的就逐渐开始到了民用端 之前呢我有看到 咱们有中航的科技 其实一直是大量使用在 航空航天医疗齿科这个领域 那目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航天航空和民用 还有医疗领域之外 在我们刚才您讲的这个民用领域当中 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见到3D打印 其实在座的 身上应该都会有3D打印出 使用这个技术的产品 比如像珠宝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的是 蜡膜打印金属番柱 蜡膜打印 所以大家的小姐姐身上的珠宝 应该逃不了这个技术 那是不是我们以后买这种首饰 就成本更低了呢 应该是可以提高它的定制感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 专属的定制的产品 但是时间比较长吧 一个3D打印 比如说你随便说一个你那个耗时 是不是其实还是蛮久的 这个其实是要看它的数据模型的难度 和它的复杂度 就比如说您的底下的那个P的那个P尾 这个时间呢是大概是在36个小时 像这个P尾打印它的机器得多大 这个其实是并成型的尺度是在70公分 70公分 30公分和40公分 其实并不大 但是我们在做数据的时候呢 是把整一个托尾呢 就给它做好了之后卷在缸里面打 就相当于我们把一个纸巾给揉起来 然后塞在一个缸里面打印出来之后呢 再给它展开 好 那么就得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托尾 3D打印它的原料都是什么呀 像刚才佳音穿过的这件衣服啊 软的 对 上面还有一层微微的 像绒毛一样的东西 对 这是什么材质啊 这种材料叫TPU 是尼龙粉末的一种 尼龙粉末的一种 对 它 我可以用力捏一下吗 可以的 会捏断吗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弹性 但是有一定的弹性 对对对 我再试试这个啊 这个是硬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材料 这个是尼龙粉末 这个是叫TPU的粉末 TPU粉末 再给我们观众朋友和企业家介绍一下 这三件作品 这个是咱们用的水泥的 这样子的方式来打印出来的 这是什么的 对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技术 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的 比如像打印桥 房子 河堤 还有这些不按 这是干嘛用的呢 这是一个零部件 比如像在做打印之前 会做很多的这些测试 那么来测试它这个性能 和它的这个就是形态 是不是进行匹配 比如像它的这个曲面的这个造型 是不是可以承受这样子的打印工艺 这种呢叫光固化 就有点像咱们女生 光固化 是通过光明树脂凝结而得到的形态 这个很重吧 这个不重 不重 其实最轻的应该是它了吧 这个是给咱们演员去做的道具 这个好轻 对 好轻啊 比这个重量轻多了 我试着能不能戴一下 从后面 戴眼镜的战士 您帮我摘一下眼镜吧 好的 我试着挑战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哎呀 卡了 耳朵 耳朵 哎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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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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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特别好哎 应该打印一个眼镜 上不去了 眼镜戴不戴不上了 还蛮帅的 嗯 但是我我为什么要亲自戴一下呢 倒不是我多好奇 我是想感受一下 这个重量和舒适度 嗯 首先它里面有一些海绵部分的软衬 啊会让我们的舒适度会好一些 其次它的重量真的很轻啊 而且我摸起来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如果不是王磊告诉我 我真的都不想试的 我以为是纯金属打造的 真的是很神奇 这上面的花纹 嗯 包括它们这些图案 都是我们3D打印 直接就打印出来 直接打印出来 而且那么复杂的造型 其实是一体就出来了啊 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几天就可以做出来 哦 但是我们做数据的功夫是有的 哦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您好像说起来 我们也听着3D打印好像很简单 它完全没有难度吗 嗯 它目前来说最大的难度和难点在于什么 其实是在内容输出 就是在咱们做数据的这个部分 嗯 然后还有加工的工艺 就是我们的数据要跟材料进行匹配 嗯 嗯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极针三维设计 嗯 我们就是做三维设计这个部分 尤其是像咱们一直说内容为王 在硬科技当道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的内容输出是缺失的 而我们做的是这些内容的团队 也就是说是专门是做三维数据的团队 那我们极致盛放的知名产品都有哪些呢 嗯 我们应该在最近的尤其是像这把椅子 是大家传播度非常高的 3D打印的椅家具 那么我们还会有3D打印最早的时候 大家认识我们是3D打印的婚纱婚礼 那么其实是做服装服饰这个板块 方便问一下这把椅子售价多少钱吗 三千多 三千多 对 倒也不贵 我觉得要是3D打印的话 还是反正我有兴趣的话 当然在我的经济 承受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还倒是挺愿意尝试的 这个可以是像为每个人 不同的身材和尺寸来量身定制的 因为我在数据模型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负担 就可以放大缩小 嗯 那么高的人可以定大一点 小的人尤其是像宝贝的 我们还有宝贝的椅子 采访一下 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三分 三位女企业家 先来问一下曾花 因为你可能是三位女企业家当中 感受最为直接的 你直接穿着了那件婚纱 你穿着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它的这种挺阔性和包裹性非常强 就挺阔性很好 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接触皮肤 里面还有一场有一个内衬 内衬 对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是 因为很早很早以前的产品 其实现在科技在发展 现在应该有一些更加轻肤性的 一些产品出来了 是吧 其实我特别期待 就是也希望 因为斯凯勒也是做户外的服装品牌 我也希望能够把3D打印的产品 用于我们的户外运动当中 一定会的 佳英 你刚才感觉怎么样 因为它本身是六年前的 我觉得材质上来讲 可能还稍微厚重了一点点 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它是一件高定的衣服 就是我穿出了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 比如说对时尚女性来讲 如果它是一件高定 它是我的尺寸的衣服 会让我整个的体验 就被服的感觉 我觉得会很好 杨蓉呢 你会愿意来定制一个 3D打印的包包吗 喜欢说我刚才不知道 它是一个包 如果是作为包的话 我就稍微有点重 其实我想接着杨蓉 曾花还有佳英 他们三位的观点 就是刚才在佩戴头盔的时候 我也在想 3D打印它在这个重量上 还有没有再提升的空间 有的 以您的专业度来看 肯定是有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通过它的算法 还有结构 比如像减重的结构 我们都可以通 都可以把它的这些 镂空 还有不必要的 这个材料给剔出去 这个是3D打印的优势 刚才企业家们都说 这些都是几年前的 这个作品 是 您有没有最新的作品 带来给我们展示 这个部分的话 尤其是在时间上的优化 已经达到了 两个半小时 打一把一次了 您今天有没有带来 相关的展示资料 能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 可能咱们要看咱们的大屏幕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好 好 好 这个是咱们打印的过程了 这是通过咱们机器手臂 直接去做的一些加工的这种形态 而且这个是咱们陶图打印的 还可以烧 还可以烧 对 然后打完了之后 就像咱们的那个陶瓶一样 直接放到窑里面烧 王磊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机械手臂 我就想问除了机器 机器来制作3D打印的产品之外 我们的极致盛放公司 还有哪些技术 能够在3D打印这个领域当中 更好地帮助它呈现作品 那咱们公司可以有非常小的 金属打印的部分 尤其是像金属 钢温陶瓷 钛合金 这些部分我们都在做 钢温陶瓷已经是给故宫 在去做他的饰品了 那么大的尺度 我们马上要落成的 还有一座桥的尺度 大概是在25米左右的一个桥 25米 对的 完全由3D打印制作的 完全由3D打印来进行制作 我不得不问一下 就为什么要一座桥去用3D打印呢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桥的本身 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是速度 还有一个是能快速成型 以及它的这种形态 可以更加多样化 它是解放了原来的这个桥的一些设计 跟我理解的3D打印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3D打印在早期 或者说过去十年里头 3D打印最主要的目的是 建立非标品的快速建模 但是如果作为标准品 比方说这个椅子 如果是标准品的商业化售卖 这种椅子一定是拼不过工业化生产的 是因为它的标准化流程更简单 更绿色 然后成本更低 只有在给比方说特殊病人 他需要对腰椎或者腿部 有特殊支撑的时候 那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称之为非标品 所以我们确实不要 就一下就跨到说 未来我们所有的建筑 都要去打印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放大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 是量产问题 就是刚才徐蕾说的 它基本上做不到量产 所以的话它时间周期很长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有没有就这方面 量产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么来回答两位吧 就是3D打印的技术 一日发展何止千里 那么您这两位 当年看到的技术 在现在已经不太是个问题了 而且材料的多样化和加工手段的多样化 其实现在已经让大家越来越多地来使用 这些技术在自己的生活场景里面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的这种 尤其是小的装置 尤其是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里面使用了大量的这些 3D打印零部件 然后做装饰个部件 我们极致盛放目前公司 还有哪些比较热度 有知名度的作品 是我们的代表作品 这个作品其实蛮多的 那么大家一直看到我们 都是在时尚领域中间的这些应用 那么服装 还有是像家具 那么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 包括像建筑大尺度打印的 就有非常多的应用 比如像我们说的即将落成的桥 还有一些景观的这些雕塑 都在使用 好 非常感谢王磊的到来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万万没想到 挺像一个小型的知识分享 其实老说3D打印 3D打印 一说到这个词 大家似乎觉得自己听过 懂 但实际上直到今天 我们近距离地接触 这些3D打印的产品 我们才觉得科技日新月异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开始涌入我们的生活 也期待着不久的将来 3D打印能够解决 刚才企业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在生活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一定会的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参观 我们的打印中心 这个将会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程 感谢王磊 也希望你和你的团队 能够有更多新作品问世 谢谢大家 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张蕊 29岁 陕西汉中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张蕊 来自陕西汉中 今年29岁 很高兴来到这个平台 希望在这里 可以找到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谢谢 欢迎你张蕊 您今天这是什么打扮啊 你不懂了 这是汉服 你怎么看出来这是汉服的 我个时髦 这是这个汉服 飘逸的汉服 这个在西安城里边 有很多人穿这个 对吧 但是它上面是牛仔的上衣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它今天是个应聘的场合 所以说上面 穿的稍微半正式 来我们给段东一点掌声啊 真的是资深人力专家 你是每天日常生活 会穿汉服吗 不会 日常生活中 我是不会穿的 但是我家里有上百件 上百件 你有自己做的吗 我自己想的 然后找了台风帮我做的 真不错啊 现在的年轻人 我倒是挺希望 他们把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展示出来 毕竟是中国的年轻人 青年一代嘛 对吧 悄悄地问你个问题 今天来到舞台上 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张蕊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呀 其实 没有很特别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 有冲劲 有动力 然后团队仪式比较强 在一起有相互扶持 相互学习的工作 然后呢 就是不喜欢那种 就是工作中 背地里会有那种 攻心斗角的 因为我 我们西北人 特别性格比较直 我就感觉 我是一个生活中 可能会动手 不会动嘴的一个人 对 我明白了 我也不用问了 可能你在前几家学校 都是因为你经常动手 不动口 所以才离职的吗 在很多职场中吧 我可能就因为性格原因 我不太会就是说是巴结人 奉承人 我就是我 你这个印象深刻的事 虽然我知道的会比企业家多一些 但我真的是感慨于 你好直接呀 小妹妹 她在生活或工作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 这一栏是这样写到 哭 哭完就会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别着急 接下来我们和张蕊 好好的聊一聊 你是山西省异校舞蹈专业毕业的 你出来最开始做的 却不是舞蹈 是珠宝的销售 也不是 第一份工作没有写 因为只有三天 三天从早上八点站 一直站到晚上九点 我的小腿都已经肿了 然后我说我实在不行 我就哭了 干了三天我就溜了 你刚毕业进入社会 找这么一份工作 其实也没有太高的门槛 就是站 然后就是一个辛苦 年轻人这点苦都吃不了啊 不是 就是我刚去的时候 店长就给我分配了一个师傅 因为顾客的一件衣服 去抢这个单子 然后的矛盾 然后甚至他们还差点动手的那种 我就感觉这个环境特别不适合我 那你现在明显的选择是 哭了就走了呀 这是我的那个 不算我的第一份工作 因为它就是三天 只是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坎坷 我的第二份工作呢 是一个珠宝店做的销售 我是真的 第一次知道 上班还要背东西 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这么 用心过 也没有这么努力过 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要背珠宝的 你像珠宝店里面有铲石 黄金 薄金 彩金 玉器 珍珠 这些东西都是要背的 可是我本来学历就不高 我看见书呢 我就头疼 就睡着那种 就一到上文化课 我又是 老师就跟那个念经一样 催眠曲 就直接睡着了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但是我刻苦下来了 那你是不是背珠宝资料 那段时间睡眠特别好 一点都不好 刚开始的前三天 真的 我也打算跟第一份工作一样 准备悄悄的 但是没有流程 没流程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 喜欢什么呢 特别喜欢珠宝 喜欢这个工作的内容 它每一个珠宝里面 都有它的故事 然后它的工作内容呢 也是特别简单 然后那里面的姐姐 特别就是说 对我特别照顾 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 就是当我讲一个 钻石的时候 卡壳了 就在那里 看着那个顾客的手 和钻石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是就在这里的时候 三秒钟不到的时间 我师父和我身边的大姐 就走过来了 他马上接着顾客 第一件事 不是去帮我说 接着我的那个泪寒物去讲 他是摸着那个大姐的手 说 既然手指头长得真长 然后再夸他的手 他解围完了以后 我就知道了 后面要想东西 我就跟着就走下去了 从他们那儿出来以后 我不管在哪个企业 还是哪个单位 那个公司上班 从来从来没有遇到过 那样的东西 那么好 让你难忘 那既然在这个团队 你这么喜欢 你也说过往之后 再没有遇到过相同的团队 我想问问 那你为什么 做了四年不做了 其实我还是想回去做 但是因为我是陕西的嘛 它那个地方 在爱荤马山 距离原因太远了 但是导致我后来 不管是给妈妈 外婆还是自己 身边朋友 买珠宝首饰 我都是推荐给她的 而且我们家现在 就是说是 如果有家亲戚买东西 我是直接打电话 给我的老板说 我想要什么 他直接快递给我 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 很融洽 对 你还做过舞蹈直播 对 我做过直播 对 然后半年的时间 实际上赚了十几万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怎么说呢 我比较喜欢跳舞 但是我不太喜欢做直播 因为我这个女孩子 性格特别直 然后我可能就是 我觉得我换哪个平台 直播时间 最长也就三个月 时间再长 就没人搭理我了 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 人家送我一个礼物 我们就在这里 像别的主播一样 谢谢大哥 感谢大哥 我不行 你还看看 不还看走人 我又没求你给我耍 那其实这样挣钱 也挺快的呀 你也没有失去什么 无非就是说 人家给你花钱了 人家想听两句好话 失去什么了 时间 因为做直播 我 虽然说我在家 但是我跟我妈妈 和妹妹的沟通 少到了就是说是 可能我在家一个月 我都不可能 跟我妹妹和妈妈 一起吃上三次饭 因为我压根 没有这个时间 连我妈生病了 可能就是 我只能在直播上面说 我说我现在下播一下 陪我妈去趟医院 就只能这样 就黑白电脑 对 也顾不上家人 然后我也没有朋友 我难受了 我要跟谁说话 到后来 我感觉我自己 有一段时间都抑郁了 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就开直播 然后就对着 那个手机在那说话 然后我感觉不行 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疯的 然后我就停止做直播了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想找一份 就是比较适合我 我能在他那里 学到东西的工作 这个可不行 你能在他那里 学到东西的 你在每一个企业 都可以学到东西 我看到你报名表 写的是销售 对 你的期望企业有吗 没有 薪酬呢 没有 你必须得说一个 薪酬这个东西 一般 人家说是看能力 才会给你吧 那不一样 你也得有一个 自己的认知 大家老是问 你这问特关键 这点我就得批评你了 前面都特好 什么都没有 就说明没目标 销售第一是要什么 你对事有目标感 同时还有目标 求职更得是 有意向企业 不能啥都没有 还是说一个底薪 你能接受的 最低的薪酬 五千 五千 好 地点有要求吗 没有 没有要求 来吧 各位企业家 第一环节我们到这里 请大家做选择 好 只有两盏灯面下 祝贺你张蕊 成功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在天生我有才的一开始 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段 展示你技能的表演 舞蹈 舞蹈 扇子舞 扇子舞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求职者带来的扇子舞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扇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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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出来你还是曾经学过舞蹈 有这方面的功底 可以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技能展示 你想展示你的什么 扇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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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出来你还是曾经学过舞蹈 展示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热爱 就是我还是想回到你做直播的那段经历当中 因为我看到刘群给你留灯了 可你刚才表达出的就是我不想做这行 我觉得没有时间跟家人交流 然后也不喜欢那种工作当中跟观众打交道的方式 可能我做的那个直播就是说是 他就是一个纯才艺主播 因为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人傻的那种 一放音乐人家说 你可不傻 主播你是干嘛的呀 我说我是跳舞的 他说他跳一段呗 人家还没刷礼物呢 我穿了一下就跟人家跳完 跳完说跳得好再来一个呗 我又跳了 刘群你觉得他傻吗 那挺实在吧 你留灯的原因是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人家第一环节的时候 我特意问了这个 他强烈地给我的感觉就是强烈地表现出 我不想再做这个了 对 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嘛 就是之前的这段经历嘛 我是自己播的 我没有加公司那些 对 因为我能感觉到 因为像你喜欢这些传统的文化 你包括汉服 其实他都是可以生成一些自媒体内容的 其实通过内容这块 能让自己走得更长远 然后包括配合着直播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舞跳的呀 是真的好 我也认同 特别好 就是干这件事觉得就是适合你 我觉得其实可能之前的平台 或者是公司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可能你会有点抵触 但其实你是可以吃这碗饭 而且你还当过舞蹈学校的老师又进修过 都是相关的 我跟你说他很少夸人 谢谢 谢谢 我就怕你再让我跳一遍 我忘了 没事 你可以再跳别 我是 你是够实在的 我是急性发挥的 如果说了 你去做带货主播 你愿意吗 就不要那么长时间 比如说空着在五个小时左右 四五个小时每天 能挣多钱啊 这我也不知道 带货时间也够长 很真实 我稍微给他一点建议好了 你看 你会跳舞 对吧 然后 也直播过 有展示能力 又想做销售 然后又有珠宝的一些背景 然后对服装也感兴趣 然后又希望时间自由一点 如果把这些要素加到一起 你就是一个 用娱乐的方式获得流量 后面做带货的一个主播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看你这个工作经历啊 从2013年到现在 已经有八年的工作经历了 但是我看你的求职意向是销售 但是我想从你这个身上 再发掘一些 比如说对新项目的那个策划运营 包括这个操盘的驾驭能力 我没有干过 但是你愿意带我的话 我可能愿意尝试 我跟你说 我刚才不同意那个立强说的 什么你八年了不能老做销售 做销售咋的了 立强 我觉得其实做销售蛮好的 但是我们也这里边也有销售的岗位 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来北京 咱们继续踏踏踏实实做销售 对吧 销售也蛮赚钱的 对不对 来列拼吧 跟我走 接待你 稍等 我看人一名有点反对 你同意跟朱家英走吗 我是不同意啊 因为我看了他半天了 张蕊 我觉得你整体的想象空间 完全我们能符合 因为第一个服装想象 我们有 第二个你才艺主播也可以实现 第三个 我觉得可能销售它们是比较初级的 那我们对的可能都是 更高净值的人群 完全符合你成长的空间 你可以选择我们人设拍 张蕊 我得这个时候站出来 给你设点障碍了 我到目前为止 说实话 你只是在珠宝店 做过一段时间的销售 我不了解 刚才出现的企业家们 纷纷认可你 并且想抢你 他们是看到了你身上 什么样的销售技能 或者是具体的业绩呢 我也想问问 刚才各位企业家 你们看到了他身上的什么 我们也要人间清醒 好 张蕊 就把你的汉服 卖给咱们的朱佳音 朱老师 首先呢 我觉得黑白色 特别符合您的气质 因为太花色的东西 体现不出来您的高贵 然后这款的花呢 也是非常贵气的 更能体现出您女人之间的 那种更大气的魅力 佳音啊 你可别听她的 现在这些销售的小姑娘 我跟你说一个个的 就跟人精似的 她们可是人间清醒 你怎么适合穿汉服呢 咱们走到公司里头 咱们要代表的是什么 公司的形象 还要代表咱们作为 《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企业家的一种气质 再说了 黑白派谁说高贵啊 对不对 黑白派你要到一些场合的话 你接触一些外国的企业家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别有用意 你也不要听她的 我跟你说 老看外国人干嘛呀 要让他们穿我们中国的东西 那你给我说清楚 你说朱佳音到底怎么适合 你从我这个方向看 她腿很长吧 然后她呢肩膀也很摘像 那她腰肯定也很细 中国我这一块衣服呢 特别能显出腰身 还有臀围和腿 佳音是一个内敛的人 差不多了 佳音你可以点评一下 其实我喜欢她在哪转呢 你有一个应对 这个现场应对是说 我不是在附和你 我可以主动地去表达我的观点 因为很多时候我是觉得 你的价值体现就在于 你真的是受卖了你自己 他的亲和力是很好的 目标啊 对 然后他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 就是我就是要一直跟你讲 我觉得唯一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场景带入了 不管大卫老师怎么样 其实你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对 其实你更应该说你先稍等 让我跟比如说跟我的客户 跟我的顾客 把这个对话进行完 那我会给你更加分 我给你补充一点 佳音 从韩一说完 让她给你模拟销售身上的汉服 她一秒都没有等 她瞬间就变成了一个 要给你销售的一个销售人员 这一点在我这儿也是给她加分的 对 那么还能不能有更多的加分呢 来 我们考察一下她的职场情商 你的直属领导被大领导严厉批评的时候 正好被你撞见 你会怎么缓解尴尬 我遇到过这个事情 也是在珠宝店的时候 是我的老板呢 在批批我们的店长 然后我当时就是 可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孩子的吧 因为他们也把我当小孩子 我就走过去 把我的店长 他的腰呢 就掐了一下 然后一下我就冲到我们老板的面前说 你今天吃啥呀 要不要给你带呀 我们现在准备的吃的都好了 你要吃吗 你不吃我们就吃完了 我想问问你当时大领导说什么了 他站在那看着我这样的 一边玩去 就这样子 然后呢你一边玩去了吗 我走的时候是这样飘走了 你试图缓解张大 然后他俩就没谈话了 首先呢 我觉得张蕊在他当时是很小的年龄 我觉得那样做是一个氛围担当 然后他就是用他自己的 气氛组 对对气氛组 他可能会让两个领导都觉得 互相降低一下这个气场 我相信大领导批评领导 他可能针对这个事 不想针对他人 他做得特别好 大家如果说在今天这个年龄 我相信我想听的是你现在会用什么态度 你要把这儿能讲出来就更好了 就是如果放下是我现在的话 我可能也还是会神经大条地从旁边躲 好 领导说得对 干 漂亮 你要气死你老板 我感觉雅云老师这个说得也不对 你不能太前就向下接荣选选手了 刚才说的 达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这个是大是大非啊 我感觉如果我的员工 这时候我在训一个我的下属 这时候来一个飘过去的 这简直胡说八道 我马上把它开了 其实就主要是人设的问题 一个小女孩主要是女孩 是她嘛 一个小女孩你如果是一个 比如说比较成熟的要弄这个 那肯定像那个玉林似的 说的那个我要认可的 而且一定要审认 人家是壮件的 但是题目说好了 是严厉批评 万一今天丢了一个两千万的客户 谁过来玩这么一个气氛 那你是给自己加气 对 因为如果你对这种 你想啊 她中间她又是 她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员工 如果你们作为 就对底层的要求那么高的话 那你们也用不着人 对吧 你一个罗币一个坑 我很欣赏张忍说的 为什么 因为她的场景要知道 她在哪个公司 大家都没有说到 她是在互联网公司 还是在我艺术公司 那在艺术公司 我很喜欢她呀 有个性 然后有人设很真实 那可是她可能在互联网公司 她更严谨 所以说她希望 在哪个公司 遇上什么样的场景 什么样的老板 对 那OK 我很喜欢你呀 我们还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把这个问题 最终落到实际的场景当中 对 好 职场情商课 我们就考察到这里 我最后来问一下 各位刘登的企业家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张瑞的人设非常鲜明 对 爱证分明 不看你对方的脸色 不看你对方的这个喜好 我甚至对钱好像也不在乎 但是呢 对销售来讲 是对客户是随机应变的 那么有时候为了公司的利益 和客户的利益 你就要舍弃个人的喜好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讲 就是我生活中是那种 就是爱恨人曾鸣的 但是如果在工作上呢 其实我也不是你们在台上 看见的这样 好 那张瑞我要对你说的就是 你在选择企业 一定要考虑到组织文化的包容性 对 其实刚刚那道题特别的好 就是所有企业家 讲了它那个场域 是需要什么样的 风格的做事态度 你呢要找包容性更强的 这个很关键 好吧 第二环节到这里 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做选择 吴展灯送你进入 谈前不伤感情 张磊 斯凯勒户外给你的岗位是 直播带货的销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底薪是七千家提船 短视频达人或者主播 工作地点呢 线上 线上就可以了 线上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你短视频的话 正好把那个一百多件 那个汉服利用起来 都给它拍出来 你看 漂亮亮亮的 对 裂品北京 我给的是电话销售顾问 然后四千五的底薪 再加上四百的绩效 然后提成 人设拍 北京或者杭州 六千的底薪 加提成 加绩效 还有一个福利 中韩客工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成都载人航天 那个展览馆的一个 江界园的一个职位 然后工资是五千家 然后工作地点在成都 有十宿 好 张蕊 请出发 灭掉三盏灯 张蕊 回到台上 我们有请刘群和许立强 走上竞价台 走上竞价台 做复杀ショ 好 来 这边 我们先从刘群开始 我真的觉得可以 就是通过自己学的舞蹈 加上这个 自己本身有的这个喜好 把它展现出来 作为那个短视频的这种 这种达人来呈现 而且有了流量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这个直播 稍等 你刚才写的不是五千吗 我现在涨了 因为这个其实 它也是很浮动的 对吧 它都明白 你这一万是底薪对吗 对 你是让我做抖音吗 对 你支持给我 不能问了 只能问一个 就问一个问题 你这实在 孩子 来 我们再看一下 徐立强这边 中华科工 然后是一家这个民营的 商业航天服务提供商 然后我们在成都 有一个研学基地 然后是四川省的 科普研学基地 然后离你们老家 那个汉中是比较近的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招聘的 然后有学理要求的 然后我们也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破格 然后录取能来到我们这儿 然后我们还给你进行一系列的提升 就是我的那个工作有晋升空间吗 如果通过你的工作表现 然后加上我们人力资源的一些考核 如果能达到这个晋升条件的情况下 然后你可以往管理杠上去转 明白 好 感谢两位企业家张蕊 中航科工或者无忧传媒 当然你也可以都拒绝掉 说一声谢谢再见 现在开始考虑 你最后的选择是 好 我有专门 祝贺刘群 也祝贺张蕊 感谢许丽强 能在几个老板的身上 能学到很多 以后我要注意的细节上面 你看他们都坐那么长时间 都那么累的时候 还是特别注意着 自己的坐姿啊 谈话啊 谈词什么的 这是我们要值得去学习的 以后在工作中呢 也不能因为就是说 这太累了或者干嘛 就太刻意或者太随意地 去解决事情和问题 来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李刘彪 42岁 来自安徽 大家好 我叫李刘彪 我来自安徽神域洋市 插花任意新建型 国庄大地雷老庄 从小喜欢唱歌 希望找一份演艺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总多的支持 谢谢 好 谢谢你 刘彪 你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录制 应该不会紧张吧 对你来说 有一点 有一点 别谦虚 别谦虚 我为什么说他不紧张呢 我看你抖音了 你来录我们这期节目之前 你还钓鱼 看你那个动作姿势挺潇洒的嘛 那天你钓了几条啊 其实那抖音没钓到 挂底了 你不易拍的 就摆拍 对 摆拍的 摆拍啊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平时就是唱歌钓鱼 就俩爱好 那你本业是干啥的 本业是种菜 种菜 种菜 最有名气的农民歌手 种菜歌 李刘彪 来 不敢的 不敢的 没名气啊 我这个 只是个种菜 谦虚了啊 你家里几亩地 我家里现在少了 现在还有 二三亩地 这种什么呢 现在主要是 现在主要是萝卜 萝卜刚开始种 还长这么高 然后包括这个 香菜呀 菠菜呀 开始种这类的 这个收入怎么样 前几年应该是 我种了 应该不到一百亩 就是搭的 基本上都是大棚 也就是说 一年几万块钱吧 呦呦呦呦呦 真的 那你这唱歌 是怎么回事 唱歌这个东西 只是这个爱好 唱歌这个事情 是我们这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江苏苏州 在那边种菜 有一次呢 我们卖菜的时候 我那个隔壁呀 有那一个网吧 这个网吧老板 跟我关系非常好 我从来没到网吧 去上过网 后来有一个这个 呃 就厂子里面 厂长 他老到我家去买菜 因为他有员工嘛 要买菜嘛 他看我没事 就在那个菜单上面唱 他说 刘彪啊 你看在那网吧里面 网上好多这个 唱歌呢 唱得好听都没 你别看不去 然后我也就无意 在那一天呢 无意中间然后就是中午的时候 没人买菜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 网吧里面 那时候那个没上过网 开机都不会 说实话 然后后来老板给我开机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 就打了一个人出来 然后唱那个南中英的 黄河颂 哎我说这个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这个一下被震撼到 后来我一下子听了大概不到四十遍 后来我就无意中间出了那个网吧那个门 我也少唱裤子里面 我唱在高山之天 我说我怎么也会唱呢 这是无意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说自己会唱这样的声音不可能的 不知道 从那开始起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 可能是有这个天赋 每当这个中午的时候 人家没人买菜了 就这样一直在网吧里面 不轻的 就是往死里看 往死里唱 往死里想 哎呀 不是你这一天卖菜 哎你挣钱吗 我怎么感觉你把钱都花在上网上了呢 不是 哎我们熟悉的隔壁的网吧 对对对 免费了 有的时候不要钱 哦免费让你学习 对啊 所以说我的就一直 就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复在网吧里面 学了八年 八年 对 这八年就是边卖菜 边自己上网自学 对对 你将来要成绩了啊 成伴了 你真不能忘了人家那厂长和那网吧老板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多岁吧 那你第一次登台是在什么时候 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我去这个 我爸先去了 去江苏苏州去种菜 我是后去的 他们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他们企业里办了第一次卡罗开大赛 我那时候唱的是 这个流行的 什么歌还记得吗 第一次登台 护花十指 我那时候还会翻那个空翻 你知道吗 一边唱一边翻跟头 对对对对 差不多有建奏嘛 建奏我就翻那个空翻 来个二等奖 然后后来你再通过这个 企业你 企业就把我推到这个镜里面 这个镜里面呢 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碰见那个 叫吴江区 现在是吴江市了的 一个文化馆的一个英语老师 被他看中了 他又把我拉到这个什么 第一次参加这个团卖会 好 从来开始 就不停地在吴江苏州这边 不停地就跟他们比赛演出 比赛演出 我问一句 你这些演出都有费用吗 有那时候给一百块钱 不管唱多少首都一百块钱 一次一百 你吃上费就一百块钱 唱几首歌呢 唱一首或者两首 后来你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舞台 是参加什么活动还记得吗 是啊 有一次在吴江文化馆吧 馆长 我们比我关系比较好 比较熟悉嘛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李李李 这个山西卫视找你 去参加节目 我说你别骗你了 哪都骗我 然后他第二次 又给我打一次电话 后来我犹豫了四天 哎 我说去吧 然后去的地方 还真是真的 其实呢 我们呢 这个 以前呢 也没想到 也没想到去上什么电视 也没想到自己 说实话 能上电视 能出门 能活啊 能这样的东西 那你上电视以后 对你生活 到底改变没有呢 比如说你上电视之后 虽然电视上节目 没有赚上钱 但是你 后来去商演的时候 有没有引语上电视节目之后 收入变高了吗 有 那个有 现在就是初级演出 就是就由 说大 有点出场费了 有点出场费了 对 那如果说那个 让你有商演价值 貌似收入还不菲 那你来非你莫属求职啊 那求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的 主要是我们呢 我只是 就是说 我是一个这个 就在外面飘着飘着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我是想念这个 有一个固定的 这个演出 我每天都在这个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拿自己的爱好 来去生活 我感觉挺好 当年这个菜地 我也比较喜欢菜地 我就说 能找一份好的 这个歌手的工作 能回家 在那看看菜地 不是那么 是固定死的那种 这个意思 就是没歌唱的时候 回去干农活 对 有活干的时候 我就出去这个演出 出去演出 对就这样的 所以你在意向岗位上 填的是歌手 对 那你今天来 非你莫属之前 你有考察过我们的 这个本次录制的 十二家企业吗 传统公司 那个续招是吧 无忧传媒 好 你这期望薪酬 写的两万 你要的这薪酬 咱实法实打实地讲 不低 不低是吧 那在第一环节 你能不能 现在就跟这 起码你说 让人家这些企业家 是吧 包括你的意向企业 无忧传媒的流群 能够了解了解 你这水平到底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给你考一个难点的 我的太阳你听过吧 没问题 我的太阳 这这这 你等我 不是让你唱中文 易得利语的 你行吗 我跟你讲啊 我绝对不是害你 我这是帮你 你这首歌唱完了 我告诉你 刘群他都 他都不会灭灯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 敢接受这挑战吗 我来试一下娃娃 来 咱们给李宾高一点掌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都是自己跟自己学习 专攻美声吗 是啥都唱 我觉得你还能更好 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音就汤一下 咱就直接能顶到那个位置 不用滑上去 那会更漂亮 然后你唱几首流行歌 你不是刚才说那个比赛里 有一个拿奖的叫什么护花使者吗 来两句这个 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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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唱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第一环节的最后 我问你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 你也知道近几年 咱们发掘出了一些农民歌手 网络上也有一小部分人啊 有议论 就说他们啊 就是不安心务农 就是想红了以后 是吧 再想多赚钱 然后呢就钻前沿里去了 你对于这种人 这些议论 你怎么看 我觉得啊 这个 首先 我是这样的啊 我作为一个农村人 就是他身上的东西 在农村的那种本质 你一辈子都抹不掉 不是说 他这个农民出来的 做一个歌手 内心的那种 这个农村的那个 纯朴 一定要在心里面 一定要这个 不忘戳心 我感觉这个 才能继续前行 人有的时候真的 不该忘记自己曾经 为什么要出发 一言以蔽之 就是不忘初心 其实不忘初心 才能方得始终 只有在你曾经 想做的那件事的道路上 深入地做下去 你才会最终有成绩 才会不辜负你自己 最初的梦想 对 是 是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十二位企业家 对于我们的今天 这位农民歌手 仲菜歌李刘彪 会做何选择呢 一起看一下 好 刘彪 还剩下两盏灯 不过 你成功进入到了 天生我有才 参与首这个 我觉得这首歌 跟我经历非常像吧 也是自己这个 心中的歌吧 敢问路在何方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迎来海处 送走万乡 踏平坎坷 成大刀 都把剑线 又出发 又出发 来来 一百分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浪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桥梢 感问路在桥梢 感问路在何方 路在桥梢 小小 谢谢 董事长唱得真好 大伯老师 其实我听卢彪唱歌的时候 我还蛮感动的 一个在农村种菜的人 然后能够把歌唱得那么好 就是你不满足于种菜 而且能够就是对音乐 有这样的投入和热爱 你既有淳朴 然后又保持了那种上进 我就觉得你是 中国农民儿子 最好的榜样和骄傲 我也想问一下刘彪 就是你选这首歌 是因为你觉得这首歌 就是擅长你的表演 是你的曲风 还是因为它比较符合你 就是今时今日的这种状态 或者你的心情 这首歌呢 说实话 这首歌也是 我经常唱的一首歌 我感觉这首歌挺好 因为感恩录的合法嘛 我那个时候 这个练歌的时候 就是抱着这个 铁棒动的摸腾 这样的态度就练的 因为你看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我是不是总一步 一个无人知道的 一个小村庄里面的 那个那个廖天湖 我们老家叫廖天湖 就在野地里面 没人知道的 一个搭着那个菜棚子 住的地方 没人知道的 一步一步到企业 到这里 到区里 到市里 到卫视 到央视 到最高的平台了 现在是 我也挺感动的 我觉得她的回答 比我想象的要好 就是我 我以为她会说是 她现在这种状态 说未来的路在哪儿 但是她 其实她很自信 其实你害怕的 对 你害怕的是 你觉得她会表现的 那个样子 没错 但你发现 她回答的 是她应该有的样子 对 说的是这样 是这样 作为一个浓村 出来的孩子 大家这么喜欢你 如果今天 你在非你莫视的舞台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最感谢谁 感谢非你莫视这个舞台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这是情商课吗 不是 没这舞台 我也见到 给我老板 劳动了 我还想夸夸你的就是 我跟他们的认识 不太一样 我认为你今天 如果能找到一份 特别好的工作 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 适合你的职业和岗位 有很多人 从农村出来 他们可能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但你很务实 我就想唱歌 我就想要这个岗位 所以我也想给电影机前的一些 可能出身条件 不一定好的 职场的求职者 说一句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起点 希望你可以有一个 准确的目标 谁都有可能成功的 在你身上看到了 谢谢你 谢谢韩一 谢谢 人家的唱功刚才也展示了 期望薪酬是两万 不过说到这个期望薪酬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群 这期望薪酬高不高 是这样 就是我还是得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现在音乐这块 其实分两块 一个就是我主抓的这个就是 一个就是我主抓的这个就是 还是音乐人就奔着歌手出版权这块收入的 就是传统的音乐公司这一类的 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音乐的音乐类型的才艺的直播 所以这是两块 就是你这个类型就是你很棒啊 但是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弄的 就是这种美声 其实在那个领域能人也挺多的 就往上走 其实你可以遇到一特别大的平静 咱们实话说啊 我有一想法啊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试试就是 你现在还是在那个老家住吗 对 也在老家 其实现在户外 户外直播的流量特别好 就是说你可以其实就在相间地头唱歌 然后其实也能吸人气 其实做的不错 那个时候可能真比你这个期望值要高很多 但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也明白 如果是从艺人这个角度来讲 它没有一个稳定 如果有稳定 它就有很多的要求 其实你还是不自由的 比如说你如果要求一个这 可能会要求你很多的一个时长 其实跟上班是一样的 那样也应该也不是你喜欢的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你考虑一下 在即将结束第二环节的时候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今天找到了一份你想要的工作 还种地吗 我还是希望这个 就是说每一件工作 它也不都是这个固定死的 但可以这个 每日可以回家看看 因为我的歌声是在菜地里面练的 我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就特别想唱 那咱们的 你的意思 不是 您就当回人家 不是 你那意思 刘群和萧音 得把公司挪到菜地里去 这个也可以 刘群可以为你打造一个绿色的直播间 全部是绿色植物和绿色红绿 好 我太绿了 我离绿不远了 来吧 各位 既然这样 第二环节到这里 咱们乘胜追击 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 刘群和萧音 会不会为李刘彪留灯呢 非常好 祝贺你李刘彪 成功进入到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好 我们先从萧音这边开始 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你合适呢 我觉得你挺适合 官方媒体的一些直播带货 因为我们在海外也卖得特别好 我觉得你在海外 会有很多的 这个粉丝会喜欢你 我提供的这个岗位的地点呢 一个呢是我们公司总部在深圳 所以就是为了让你更快地 了解公司和产品 所以可能你大部分的时间 尤其是初期可能还是在深圳的 但是我觉得直播这件事呢 其实对地点的要求不是很高 就是我觉得找一个 更熟悉的这个环境跟土壤 也许你更能发挥你的一个特长 所以我给到了一万家 这个业绩的这个奖金跟提成 那部分如果做起来流量的话 我相信这个可能比你这个预期要高很多倍 我是这个思路啊 先是通过户外的直播 然后包括短视频 先把自己的流量做起来 其实做起流量之后呢 无论是出歌包括商演 包括一些线下的活动 或者是带货 就这个是个基础 工作地的话就是可以到合肥的分公司 但是其实像我说的这种情况 基本你在家就完成了 剩下很多东西 比如说短视频的这种后期的制作呢 包括音频的处理 就我们先上就可以帮你支撑了 待遇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流量如果OK了 就我肯定给你出原创 接下来你要选择了 一边是米谷智能 一边是乌游传媒 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现在开始 好 李刘彪来告诉我 你最后的选择是 Shadow 祝贺萧音 感谢刘群 来 恭喜我们的李刘彪 我先去握个手 握个手吧 哎呀 谢谢 哎呀 加油 加油 OK OK 好 下一手啊 OK 好嘞 来 刘彪 回到台上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 如彪自己是 内心一定要求 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是他内心里的一种 潜台一直在表达 所以我会觉得 有这样一个舞台 又能够让你把它放到歌里 又能够稳定 我觉得是非常对的选择 我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特别清醒的人 你刚才选择那首歌 敢问录在何方 是哪个电视剧的这个插曲呢 《游记》 大家仔细想象一下 李刘彪今天从战道舞台到此时此刻 他身上 第一 李刘彪身上有师父的一种执着 第二 他有一种大师兄的灵活 第三 他又有二师兄的幽默 第四 他有着三师兄的一种踏实 最重要的就是 他集合了前四种技能之后 他又像那匹白龙马 任劳任怨 用辛勤的付出 驮着自己的理想 一路走到非你莫属 天道酬勤 所以今天你在这儿 我们给了你一个好结果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啊 期待着你在米谷智能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再见 刘彪 一路顺风 再见 上抖音 搜非你莫属 每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到本期的 了不起的手艺人环节 看看今天 我们将认识一位 什么样的手艺人 大家看到我身旁 摆放的这些工艺品 您各位能不能猜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琉璃 贝壳 恭喜小叶猜对了 贝壳 是贝壳 很多人对贝壳的印象 就是吃海鲜的时候 对吧 把它扒开 把肉拿出来吃了 对吧 但是您各位知道吗 在我身旁摆放的这些工艺品 全部都是由贝壳雕刻完成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 我们的展示嘉宾 贝壳雕刻大师 金阿珊先生 掌声欢迎 父子二人 共同登台 您好 金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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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来 二位 这边请 我是金阿珊 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亚太地区首工艺大师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连背调代表性传承员 欢迎您 金老师 我觉得叫老师都有点叫逼了 应该咱们称之为金阿珊大师 大家好 我是金吉 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 辽宁工匠 大连工匠 也是嘉宾大师的儿子 父子二人 共同登台 金老师 这个一般要是售卖的话 多少钱 很贵 很贵 这里最贵就是它 最贵就是 你看我多有眼力点 太有眼光了 太有眼光 这个是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螺 我们万宝螺 糖冠螺 鹦鹉螺和凤尾螺 是咱中国四大名螺 这其中的一个叫万宝螺 这个螺比较脆 厚度也很薄 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螺上 雕出浮雕来 浮雕的效果 就是很难雕刻 只有大师可能 这个技术只有老爷儿 可能才能这么雕 而且是微雕的效果 稍微不剩可能就会崩掉 做这个螺老爷儿要雕刻 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其实呢我想跟各位说呀 台上摆放的这些展品 只是金阿珊老师 诸多被雕作品当中 非常小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被雕作品 它太大了 一定会让你们感觉到震撼 整个全是吗 全是 太不可思议了 九龙碧我们是采取了 按照这个北京九龙碧的 4.5分之1的比例 给它缩小 那个是鲍鱼壳 那个有反光的 这真的是公益美术大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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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台上展出这些都是自然颜色 自然颜色 没有人工的染色 那个九龙壁还有那两个船 我们二十个人做了四年 二十个人做了四年 用了多少贝壳呀 厉害厉害厉害 用了几十吨贝壳 几十吨贝壳 天哪 那个九龙壁啊 是用这个木头做的底胎 然后呢都是绳毛结构做的 而且全部都是用贝壳自然颜色做的 这个其实它这贝壳自然颜色 比那个北海关的那个 就是传统琉璃其实还好看 没错 自然的光泽在里面 对 因为刚才听了一下那个 陈老师说是省级的飞衣传承人 但其实我 因为我跟那个飞衣的很多项目 有一些比较接触的相对多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国家级 甚至往世界级去深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的这个复杂程度 包括它对天然材料的应用 和这个传承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一句 我说那个造型很高级 就真的很漂亮 特别同意小爷说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来过 那么多的这个手艺人 我感觉今天这个是 见过所有当最震撼的 而且我看的时候啊 就是嘴都合不拢 我在想这里吃多少海鲜啊 应该一个是吃到海鲜 大连本身就是这个 海鲜很丰盛 海鲜很丰盛 物产丰富 另外一个呢 这个贝壳啊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贝壳它是一个大的市场 你比如说我们买钢材 要买多少号钢 买什么 贝壳也有这个市场 有专门经营贝壳的 你说买哪个国家的贝壳 我说你买一个是多少钱 买一针是多少钱 买十个集装箱多少钱 有的时候我们做那个贝壳首饰 我们一买买几个集装箱 哦 就从世界各地来收集 您所需要的颜色的产地的 贝壳原料 我们要选择它的颜色 正好和这个要符合上的颜色 这贝壳去做 先要筛选 筛选 一片一片的去筛选 对 根据颜色给它们归类 对 有点类似咱们玩那拼图 先把那个大体的颜色的种类 分好了以后 再一点一点去雕刻 然后切片粘贴 因为贝壳它是有潜在颜色 你比如说它皮是这么颜色 里边不一定是那个颜色 是 所以说因为我们干这个年数比较多了 就了解这个里边潜在的颜色 所以说根据事物需要什么颜色 我们就去做什么 取什么做的贝壳 来做哪个部分 现在有很多贝壳博物馆 全部展示贝壳的 有上万种贝壳 每一个水域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我特好奇 监老师您家里是不是东西 都是用贝壳雕的呀 真相反 我们家的摆是很少 但是我们艺术馆的全部都摆的是贝壳 回头可以给陈薇 那个马桶盖 钓一个贝壳的 钓一个 真有 现在七星级宾馆的马桶盖 还有卫生间的马赛壳 全部是贝壳的 是 那大孔雀多好看 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产业生机 我们做了高档的东西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东西 我能拿起来给我们的企业家们展示一下吗 可以 这个乳液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乳液就用鲍鱼壳 而且上面像了黄金像了宝石 像了黄金 像了黄金 有黄金 我看见了 好漂亮 现在像了宝石像了黄金 再经过雕壳 就变成我们把它升级为真备艺术系列品 好漂亮 我太想看看了 太美了 像这种呢 我们作为收藏品呢 卖两万块钱一个 而且我们做了十个 在深圳文博会上全部卖完了 另外一个你们看到那里 刚才演的有一对麒麟的那个兽 麒麟兽 对 那对兽我们四年的时候 在沈阳东北亚博览会上 一位北京的珠宝店的老板 他要放在珠宝店里 他自己储三百万 你的很大 一对 那您没 我没没给他 来 我们让陈薇近距离的 拿住了 拿住了 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翡翠的 其实从那个远处看 看起来就真的像琉璃翡翠那种感觉 对 好漂亮啊 而且还有一个龙的图腾 马瑞有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我和马瑞都是属龙的 那这个金老师您要不然 卖了 售价两万哈 那你就是在我们节目 你咱就人情价八万 就卖给他们 哇 这个每一个颜色 这些全部都是纯天然 纯天然的 就是看起来会觉得很重 但是其实捧起来很轻嘛 因为 但是很有质感 对 质感超级好 太美了 那是怎么链接到一起的 是拿胶吗 还是 这个底胎呢 是红木的 哦 这个底胎做好了以后 要放五年以后 再可以往上夹贝壳 啊 放五年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木头是要瘦缩的 木头要瘦缩的 对 贝壳是不可以瘦缩的 所以说你不放五年的话 你干燥以后再放五年 它的木头一瘦缩 贝壳顶起来了 所以要求是很严格的 所以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做当中 用传统的工艺 在里边用那个刹布把它缠起来 哦 用纯棉棉刹布缠起来 然后再用最好的绞 把它给组合起来 这个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刚才咱们的这个视频 是拍摄在咱们的 金阿山博物馆 艺术馆 艺术馆 咱们这两家艺术馆 是什么时候落成的 我们在2018年 落成了那个两个艺术馆 全部都是我们自费修建的 全部都自费修建的 其中一个房子 是我们自己 自有的厂房 改建了博物馆 另外一个是 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场地 但是里面装修啊布置啊 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我们自费的 你们做就行了呗 靠它卖赚钱 能够养活自己 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 为什么还要修 这么一个艺术馆呢 我们想把大连背雕的 精美的背雕展示出来 想展示 而且我们艺术馆 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还免费 对 说实话我看到金老师 这个作品 我第一的感受就是震撼 然后特别希望 第一我也会帮您 去推荐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个 现在非议的这样的协会 在做推动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本人也特别愿意 再向我们的粉丝和受众 至少在我范围内影响的 所有的女性 去推广您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太美了 我相信每一个看到 金老师作品的人 都会用震撼两个字 是的 来形容 对 我们一定要组团去 我想问一下金老师 您今年高寿 我1944年出生的 77 77 您是多大开始学这个被雕的 我49岁 是到工厂 到被雕厂去做 到被雕厂去做 从小就做这个东西 从小您还能记起来 最早是哪年 五六岁就开始做这个被雕 五六岁就开始做 那足足做得有七十多年 为什么那么小开始做这个呢 对啊 跟家里的老人学嘛 因为过去我们是在海边上住 跟家里老人在学 那我想问一下金吉先生 您现在跟金老师在学吗 对 我一直也是 从事这个被雕行业 我从小就在被雕厂长大了 就是 然后呢 我从18岁开始就进入工厂 正式在学 现在也是三十多年了 也学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制作了三十多年 有传承了 有传承 好 后继有人啊 应该说是被雕有有久的历史 大连这个地方就发现了 汉代做的被雕 有汉代的被雕 汉代两千多年以前 有四个镇席 就是我们做起来那个席子 那个四角的镇席 镇席 叫鹿镇 做那个鹿的形状 上面就是做的被雕 是被壳的 而且这个呢 现在已经在做国家一级文物 哇 现代被雕的发展 应该和电的出现 和这个设备的出现 在做了现代的被雕 因为过去呢 只是把被壳 简单地磨下来用 有了电以后 就和被壳抛开 把所有被壳里边 内在的东西都 都表现出来 其实我有一个 特别大的疑问 金老师 比如像这样的 我觉得艺术品 它非常的 其实它是有距离的嘛 它对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 是有距离的 那我在想说 像这样的被壳的工艺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 一些量产的方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 或者女孩子 可以把我们这个 被壳变成一些 贴身的项链啊 戒指啊 或者是这种耳环 通过 现在有没有实现 这种量产的 这种 我们现在就在做量产的 现在就卖那个量产的 啊 给我每位女老师 一人送一个 这位马总呢 她们是做这个美妆的 然后她有自己的 产品和品牌 就是服务这个 一个年轻女孩子的 我待会加你一个 你连移方式 可以吗 我们现在可以合作 好可以 因为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什么呢 对他们有供应链嘛 你有品牌嘛 就可以联合起来做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用这个最漂亮的贝壳 加上宝石 加上什么 做那种明星的那种 协和那个配件 对啊 对那我们必须可以合起来 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 金老师 请您把您的两只手摊开 大家看一下 我们金老师的手 很粗糙 尤其呢我近距离观察 十个手指伤 附近都有一些伤口 一些小的痕迹 现在 而且这个我看 也是刚刚受的伤是吗 干活儿 干活儿时候受的伤 其实我想说 老人家今年77岁了 仍然还在一线 为被雕这个行业 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而且还在亲力亲为 我觉得这种精神 无论是各行各业 都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 去学习 太值得了 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 就应该像金老师这样 我也相信 像这些光彩夺目的 贝壳一样 中国所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内容都会再次绽放出 耀眼的光芒 再次感谢金阿珊老师 和金吉先生的到来 谢谢 金老师 我要礼貌性的 帮我们的企业家问一句 就是您今天带来的 这些展品 有没有是可以拍卖的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 您个人的意愿 也是考虑到个别 这个像库尔特老师的 一个经济能力 选这便宜 这种方法 这个贝雕画 我们两个贝雕画 这爷俩的商量 选这便宜 我肯定买花瓶 这两个花瓶您能够参与拍卖吗 可以 可以 您订一个起拍价 这两个花瓶其实不会太贵 不会太贵 这两个花瓶 一万块钱差不多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花瓶的起拍价格是 一万元 一万零五百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三八 一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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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零零出价一万三 一四 一万四 马瑞一万四 什么 潮汐你说什么 六万 马瑞一万四 两次 因为我觉得值 真的值 真的值 我不加了 你拍走吧马瑞 好 恭喜马瑞 以一万四千元的价格 拍到了被雕大师金阿珊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对 被雕花瓶 感谢马瑞 也再次感谢金阿珊老师 和金吉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金老师也 我也希望通过我 拍到您这两个花瓶 然后接下来跟你有合作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 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来想通过非你莫属 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 注意哦 是非你莫属招聘的 全拼 at 163.com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 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来想通过 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 注意哦 是非你莫属招聘的 全拼 at 163.com 好了 本期非你莫属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